1939年15万大军血战昆仑关 一举击毙日军21旅团长中村郑雄 还打得日军溃不成军 只能靠生吃树皮苟延残喘 为何双方军队会在昆仑关展开较量 血战之中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打得日军抱头鼠窜甚至切腹自尽呢 本期视频为大家讲解1939年血战昆仑关战役 日军突袭昆仑告急 1939年前方战事吃紧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丢失 正面战场的战事开始变得胶着 而这时的日军却将目标放到了军事防备较弱的广西地界 当时我国的国际援助通道 主要是依靠西南部分的一些公路 例如滇缅公路滇月公路等 而日军自然便决定从广西入手 封锁我国的对面外联系并切断救援通道 1939年的11月13日 日军当时趁广西境内兵力较为薄弱时发起进攻 不仅突袭青州湾 还从三个方向包围南宁 而南宁也于同年11月24日沦陷 顺着广西南宁这条路线 日军可谓是乘胜追击 一举攻至贵南要爱 并于12月4日成功占领昆仑关 我国军队便在昆仑关地界展开了和日军的对峙 蒋介石在听到日军占领昆仑关的消息后 勃然大怒 居然想从背后搞阴的 他绝不能让日军 起在我国的脖子上为所欲为 对此 蒋介石立马召开军事会议 并任命白重喜担任指挥一职 李继琛成成为监军 下令广西部队迅速集结 并在贵南地区发动会战 对于收复南宁 他势在必得 在接到蒋介石的任命后 白重喜立马制定出作战计划 他的想法是趁现在日军还没有在广西站稳脚跟时 打他们可出其不意 先收复昆仑关后 再一举夺回南宁 但这场仗对于我军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好打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日军中有名的第五师团 这个师团以钢军号称 日军除了派遣出精锐的42连队等尖子队伍驻守昆仑关 还配备了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 战力非同小可 这次昆仑关一役无疑是场血战 但我军的主攻部队第五军也不是吃素的 它不仅是抗战时期便已经组建成的德谢部队 更是我国第一支机械化的部队 战斗力十分强悍 这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白崇喜自然是要全方位的考虑作战情况 要收复南宁 那昆仑关这场战就必须打得漂亮 在12月上旬 白崇喜将朝着冰阳地区集结的我国军队 划分成了三部分 主力部分自然是以杜玉明为军长指挥的第五军 任务就是主攻昆仑关正面营敌 而剩下的两部分则分为东陆部队和西陆部队 这两个部队则承担突袭扰乱和阻击日军援助的任务 12月10日 杜玉明与千江召开军事会议 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的同时鼓舞军心 而第五军管辖下的二百师 荣誉一师等各个斗志昂扬 眼里充满了坚定 12月15日 随着白崇喜下达一号作战命令 杜玉明开始了最后的准备 并同各位军官宣示定要收复昆仑关 一场血战一触即发 日军持援血战胶着 我国第五军以雷霆之势锁定昆仑关战役的优势 打得日军连连败退 只能远程请求南宁驻扎部队持援 12月18日 红日剑声扶晓已至 随着杜玉明的一声令下 坦克的轰隆声以及炮火声 彻底惊醒了身处昆仑关的日军 昆仑关战役随之打响 日军显然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 在我国第五军的炮火攻势下 并未抢占到先机的日军 只能放弃边缘地带 向核心部分收拢 第五军更是乘胜追击 直接占领了仙女山 老毛岭等地域 随着军队的行进 又占领了罗唐 同兴等西北处的高地 一路高歌猛进 日军在看到第五军的猛烈攻击后 立刻请求身处南宁的第五师团援助 但我军哪会给援助军到达战场的机会 由邱清泉率领的二十二师 早已在昆仑关南部六堂处埋伏好 当日军的援助部队21连队 与此地经过时直接发起袭击 打得日本援军是抱头鼠窜 亏不成军 而这一场阻击战 也拿下了昆仑关战役的第一个大胜 全军上下是军心振奋 但杜玉明此时正要准备攻下 地势险军的昆仑关东北战略要点 653高地 而日军自然也知道这块高地的重要性 杜玉明也将攻破此地的任务 交给了郑栋国的荣誉一师 653高地可谓是一手难攻 经过多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还是通过刺刀 手雷等出击形式 深入展开了白刃战 但损失也极其惨烈 好在荣誉一师最终还是成功占领了653高地 虽然我军形势一直处于优势 但日军21旅团 增援部队也开始向一些阵地发起反攻 而此时的邱青泉 写心22师正与六堂阵地日军苦战陷入了胶着 杜玉明只能让戴安兰的200师担任主攻任务 荣誉一师负责通过两翼牵制日军 虽然主攻部队开始炮兵联动 但激战足足持续到了20日才开始松动 虽然荣誉一师将两翼日军拖得无法支援 但日军在城门放置了大量火炮 我方第五军下的200师 想通过战车进入昆仑关并不容易 几次进攻无果后只能退出 而日军的第五师团长金存军 在听闻六堂无法推进的情况下 立马派出了21旅团长中村正雄 率领21旅团主力前往直沿昆仑山 中村正雄带着新一波的援助军 到达六堂后势如破竹 而我方军队在苦战下早已伤亡惨重 这时只能让西路的92师紧急出动 去援助邱清泉带领了新22师 援助到达后 我方一鼓作气又夺回了师弟 并把日方援军阻击在六堂七堂 双方就这样胶着 12月23日 我方军队在战场上无法开启突破口 各个部队更是因为昆仑关的特殊地形 连累了将近十公里 这样不仅导致兵力无法集中 火力分散 还可能会无法协调 而持续的伤亡也让第五军心力交瘁 杜玉明在看到此等情况后 立马让荣誉一师和二百师坚加强配合 并对作战计划做出调整 准备以包围姿态 重新建立火力攻势 加强协同作战的兵力 本以为可以对现在的焦灼态势进行缓解 但没想到的是日军又派出了吉令台湾混成旅团 吉川支队等新的增援 就让战事再次进入胶着 我国军队似乎陷入了危急之中 一鼓作气夺回昆仑 这是日军最惨的一场战役 日军的士气不仅被我军给打散了 还陷入了我方的包围圈之中 只能以树皮冲击 有的日军更是直接切腹自尽 日军派遣的增援军队使昆仑关战场 再一次陷入了焦灼之中 正当杜玉明开始计划新的作战方式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却让第五军重新掌握优势 并一举夺下胜利 1939年12月24日 中村郑雄在接到师团掌要继续增援的命令后 想要直接穿过枯桃岭公路快速增援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我军正黄雀在后 中村郑雄等部队直接被荣誉一师两个团伏击 而他本人次日便因重伤而亡 中村郑雄死亡的消息让日军的士气开始溃散 但却让我军重视信心 杜玉明也趁此机会 立刻调整对昆仑关作战的部署 并让新22师一个团辅助92师阻击日军 并担任第五军总预备队 一定要彻底断绝日军的粮药补给 12月26日 第五军准备以二百师为主攻 新22师为预备队 重炮团为掩护 开始对昆仑关周边的日军据点 发起新一轮攻击 在经过长达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之后 主攻的二百师 成功占领了昆仑关的西北高地 日军补给被完全切断 没有了粮食的日军 只能靠坑树皮维持 但此时的我方军队 也受到了一定的重创 尤其是作为主攻的二百师 现在的损伤可以说非常严重 在此情况下 杜玉明任命新二三二师作为主攻 并随时准备开始最后的总攻 12月29日 最终的大战即将来临 杜玉明先是派遣突击队 对昆仑关进行强攻 随后我方的第五军 与日军的第五师团 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拼杀搏斗 战况极其惨烈 终于在12月29日10点30分 成功收复昆仑关 昆仑关收复成功后 日军42连队残部 因自己的武士道精神 纷纷选择抛服自尽 而增援日军自知进攻无望 便选择向九堂方向撤退 此时身处九堂的日军 早已经是士气溃散 更是在第五军的强势进攻下 被打得爆头鼠窜 在经过数个日夜的拼死奋战后 第五军成功地在昆仑战役中 大获全胜 我们的军队 不仅打得日军生吃树皮 还揭灭了日军五千余人 而这场涉及我军 15万士兵的昆仑关血战 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这场战役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忘记 也正是因为第五军的英勇厮杀 才能够赢得昆仑关大劫 才能使得我军的抗战信心 一路高歌猛进 而这段历史 和每一个为保家卫国 逝去的先列 我们都应该牢牢的记在心中